所以以明天的天氣來講 基本上它不是一個隨機試驗 也不是我們在目前討論到的補典機率 我們現在討論到補典機率 它必須架構在這三件事裡面 所以它第一個它必須是一個隨機 那隨機的是我可以預測它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那講到天氣可能同學說 那老師我好像你覺得有點抽象 那譬如說我再舉一個 長方合好了 我不要骰子喔 我舉一個長方合 長方合有六面 請問一下我指一個長方合 你覺得它是不是一個隨機試驗 你覺得它是不是一個隨機試驗 有些人可能覺得老師 假設我在長方合上面標出六個 每一面都標出號碼 所以可以標出一號二號三號四號 五號六號 你覺得我指一個長方合它是不是一個隨機試驗 來你認為是否舉手 來你認為不是的舉手 好放下 可是你的隨機試驗只有寫這樣嗎 我們的隨機試驗它在課本或獎益它會寫得蠻清楚的 我當然這樣寫是寫得不夠完整 但是我第一個 只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那這些狀況呢 必須公平的出現 這一些狀況必須公平的出現 或者是出現的機會均等 它會有這兩個關鍵字 出現的機會均等 所以第一個 雖然你指這個六面的這個長方合 你知道它要哪出現一號面 要哪2號面3號4號5號6號 可是因為它是長方合 它的重量不太一樣 它的重量不太一樣 那個比較大的那個面重力比較重 對嗎 所以這六個可能發生的狀況 它並沒有公平的出現 它並沒有公平的出現 那麼這樣子它就不是一個隨機試驗 這樣懂嗎 所以以明天的天氣來講 你更能確定它不是一個隨機試驗 還這樣懂差別嗎 所以你看喔 指骰子我們會強調 它是一個公正的骰子 指硬幣我們會假設 它是一個均勻的硬幣 所以均勻的硬幣 植出正面跟反面出現的機會均等 一樣抽籤也是 抽籤 後面我們會講到如何公平的抽籤 公平 好 那你為什麼覺得它不公平 因為抽到只有那幾個 有一個號碼不太會出現 是不是 一個號碼不太會出現 有一個號碼怎樣 你可以叫做看的主張 都是那個號碼 沒有我們要換回來了 不要這樣 所以我們講說抽籤當然 假設以45支籤來講 上面當然是標的是不同的號碼 所以45支籤是公平的出現 但是我在挑的時候 這個人也不能就是 這個固定都挑某一個地方 它必須公平 所以什麼會公平 就是用機器 所以你如果看過那個大熱口 它就是那台機器 然後用那個吸的方式去把它 跑出那顆球的號碼 所以隨機試驗記得 掌握兩個關鍵 第一個 你可以知道這個試驗 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這個試驗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那而且這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必須公平的出現 也就是這些所有可能的狀況 它必須出現的機會均等 這樣子我們才說它是一個隨機實驗 好 那隨機實驗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我把它收集起來 當做一個 當做一個集合 那麼這個集合就稱作樣本空間 再講一次齁 什麼叫樣本空間 就是這個試驗的所有可能 隨機試驗的所有可能 所有可能 那所有可能我把它收集起來 收集起來 好 好 收集起來 放在我的集合裡面 那我就稱 這樣子的這個集合叫樣本空間 所以 基本上 什麼叫樣本空間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集合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名詞 就是說 它是從隨機試驗來的 所以我必須先有隨機試驗 這個試驗所有的可能 我把它收集在這個集合裡面 這個集合我就稱作樣本空間 所以以 然後樣本空間 我們的符號通常會用s來表示 sample 所以取它的 開頭的第一個字 s 所以值一顆骰子 你告訴我值一顆骰子的樣本空間長什麼樣子 好 1 2 3 4 5 6 好 值一顆骰子 它是個隨機試驗 這個隨機試驗的所有可能 我把它收集起來 那就它樣本空間 好 那麼 那麼 N 挖號s 這個就是樣本空間 數那就是6 好 就是6 好 那再來值兩顆骰子呢 值兩顆骰子你告訴我樣本空間 長什麼樣子 好 來 幫我列出來 來 我這樣寫代表 這一顆1 這一顆1 1 1 好 那就有1 1 1 2 好 1 3 1 4 1 5 1 6 1 1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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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1 請問有2 1嗎 請問有2 1嗎 請問有2 1嗎 有1 2 2 2 1 請問有2 1嗎 1 2 2 有沒有2 1 兩顆一樣 兩顆一樣的骰子 如果你要這樣 兩顆 兩顆一樣的骰子 一次值兩顆 一次值兩顆 你想要再這樣 再清楚一點 一次值兩顆一樣的骰子 一顆一 一顆二 一二跟二一 一不一樣 那麼一樣的舉手 好 放下 那麼不一樣的舉手 好 放下 為什麼一樣 來 說說看 你覺得為什麼一樣 同時骰 他說我同時骰 所以我分不出哪一顆是哪一顆 好 還有沒有 我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一 一個二 我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一 一個二 好 我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一 一個二 然後你說同時骰 所以不知道哪一顆是哪一顆 好 還有沒有 剛剛還有誰舉的 倫布 你說 你不一樣 我有一二了喔 我現在在講腰門空間喔 你不要小看這件事喔 有一二要不要寫二一 倫布你剛剛說不需要 來 為什麼 重複的沒有關係 提出你的看法 你在做選擇的時候 你一定有一個 你說老師我用猜的 你不講你用猜的 我直覺你就用直覺 無所謂 但你要一個 有一個大概的感覺 大概你到底要哪一個 好 來 有一二有沒有二一 沒有 為什麼 蛤 兩個都是一二 兩個直算都是一二 而你說這兩個都有 好 他說這兩個都有 好 不是你忘記什麼叫 隨機試驗了嗎 一個試驗 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所以我現在左邊有一顆骰子 右邊有一顆骰子 這個出現一點 這個出現兩點 跟這個出現兩點 這個出現一點 有沒有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這是其中的兩種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啊 有吧 我同時指兩顆骰子 就算 就算同學話說了 結果是一二剛二一 可是 所有可能的狀況 什麼叫所有可能的狀況 這顆骰子出現一 這顆骰子出現二 這顆骰子出現二 這顆骰子出現一 這是其中裡面的 兩種可能的結果吧 好 那我針對余景的這個講 他說老師這兩顆骰子 一樣的骰子 好 就算是一樣的骰子 可是你還是知道 這一顆是一 這一顆是二吧 所以 一樣 不是重點 重點是 隨機試驗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這是其中裡面 我只兩顆骰子 所有可能發生狀況 當中的兩種 對吧 對不對 所以要有一二 那就有二一 至於同學針對 一樣的骰子 他說老師 我直出來就一樣啊 那你就稍微偷偷做記號 或者是你把這兩個骰子 我這樣子 我這樣骰同學 這樣子骰 我這樣骰 你就知道 這顆一這顆二吧 這顆一 這顆二 這顆二 這顆一吧 對吧 你不要混在一起啊 我這樣子骰 他還是同時骰啊 這樣這樣 對吧 所以 同時骰不是重點 你說老師阿爸放在一起 你偷偷做上一個記號 你偷偷做上一個記號 你就會知道哪一個是一 哪一個是二 所以 一個在左邊 所以他就算是 同樣的骰子喔 我把它想成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嘛 那這個出現一 這個出現二 和這個出現二 這個出現一 是不是這個試驗 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而且這個狀況是公平的出現 所以你要回到定義去 問你這件事情 在學習數學上 你有時候要回歸定義去想這件事 所以 剛剛說有一二 我把它這顆看成左邊的骰子 這顆看成右邊的骰子 所以有一二當然也有二一喔 對吧 有一二也有二一 這兩個是不同的狀況 對吧 ok 好 那你應該可以把它寫完吧 二二 二三 一直到 二六 有一三當然也有三一阿 因為是左 這個代表左邊這顆一 右邊這顆三 這個代表左邊這顆三 右邊這顆一 你也會把它寫完到三六 好 Easley train 你就會到六一 然後這邊到六六 對吧 所以你告訴我它的壓本空間數幾個 三十六個有沒有很合理 有沒有很合理 有很合理 為什麼這個骰子有六種 搭配這個骰子有六種 六六三十六 搭配算不是三十六種嗎 對吧 那請問一下你要出現一二的機率 那你活動就學過了對不對 假設我只兩顆骰子 你要出現一點兩點 我一次只兩顆啊 然後我要出現一顆為一點 一顆為兩點 這樣去做好 出現一顆為一點 一顆為兩點 對吧 如果你想喔 如果你這個沒有算 你剛剛如果這個沒有算 那你就會三十六分之一勒 或者是三十五分之一勒 不合理吧 不合理吧 所以兩顆一樣的骰子 一樣的骰子 基本上你要把它看成不一樣 兩顆一樣的骰子在直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看成不一樣 好又再譬如說 我再強調水滴實驗 我現在取球 紅球 紅球 白球 白球 好一個袋子當中 三顆紅球兩顆白球 相同的三顆紅球 相同的兩顆白球 請問一次取一球 有五顆球一次取一球 要門空間是什麼 應該說一次取一球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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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顏色 一次取一球 觀察顏色 好 裡面帶中有三顆紅球兩顆白球 一樣的紅球三顆兩顆一樣的白球 請問一下我觀察顏色 不要不要 一次取一球 我現在一個取球的試驗就好 我現在一個取球的試驗就好 裡面五顆球三顆紅兩顆白 我要取一顆球 你告訴我 我的樣本空間應該長什麼樣子 你覺得長什麼樣子 再回覆我 我在取球的試驗取這五顆 所有的可能 這一次取一球 我有可能取到這一球吧 這個紅吧 我有可能取到這個紅吧 我有可能取到這個紅吧 但你不能說我只能 你不能說老師 我的代表就只有紅 我取到白 所以代表只有白 你覺得樣本空間長不要嗎 如果樣本空間長這樣 那樣本空間數 才二耶 那你說老師 他取到紅球的幾乎二分之一 你覺得對嗎 不對 所以你那個樣本空間數 應該是幾個 你知道五個 所以應該是哪五個 對 你要給他標號上去 偷偷的標號 我取到紅一紅二 沒有 小女孩喔 紅一 紅二 黃三 都標號上去 然後呢 白一 白二 所以我的樣本空間 應該長這樣 我的樣本空間 應該長這樣 而非這個 所以你就會發現 我的樣本空間數 我的樣本空間數是 這樣懂嗎 所以 他就算告訴你相同的三顆紅球 相同的兩顆白球 你在做這個隨機試驗的時候 因為隨機試驗的定義是 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所以那個狀況你必須把它 所有都列出來 所以你要嘛取到這一顆 你幹嘛取到這一顆 要嘛取到這一顆 所以你要偷偷的標上記號 把它當作不同的 到這裡OK嗎 所以 樣本空間是這個隨機試驗的 所有可能 所收集起來的集合 用S表示 那樣本空間數 就是這個樣本空間裡面的 數量 原數的數量 那裡面這個稱作樣本點 裡面的這個稱作樣本點 那你在以前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原數嘛 一樣的概念而已 只是 因為現在我們要講的是樣本空間 所以他現在用樣本點 你以前的名詞是用元素 那基本上兩個是一樣 一樣 互通的 因為 只是我們之前用在講集合的時候 裡面的每一個叫做元素 那你要說 裡面現在這個三億叫做元素 也沒有問題 因為他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要給他一個 新的名詞 叫樣本空間 所以裡面就這個 這個元素 我們把它稱作 也可以把它叫做樣本點 到這裡OK嗎 到這裡OK嗎 好來事件 何謂事件 其實講 事件喔 在同學的時候 他就 他搞不太清楚 他說老師 事件到底是什麼 事件其實很簡單 就是樣本空間的子集 樣本空間中的子集 就是 事件 所以事件 有事件的前提 一定要有水滴試驗 一定要有樣本空間 樣本空間裡面的子集 那就是他的事件 所以像我剛剛喔 我只兩顆骰子 我只兩顆骰子 是一個水滴試驗 我的樣本空間長這個樣子 樣本空間數36個 好來 出現 這個的機率 這個就是一個事件 出現 出現一顆為1 一顆為2 它就是一個事件 你說老師 啊這個事件是什麼 注意喔 事件它是一個子集喔 所以事件是集合 搞清楚 所以這個A事件 它是個集合 這個集合是什麼 1 2 2 1 這個是它的子集 我們當初說 什麼叫子集 從集合裡面 的元素可挑 可不挑嗎 對不對 所以裡面的元素可挑 可不挑啊 我挑了 我挑到1 2 2 2 1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子集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所以你說老師 啊子集還可以怎麼 比如說出現同點的機率 出現同點 那出現同點就是B事件 它就是一個集合 所以如果出現同點 那那個集合就是 1 2 2 3 3 4 4 5 5 6 6 這樣懂嗎 所以記住事件是一個集合 寫上去 它是個集合 那它是什麼的集合 它是樣本空間中的子集 它是樣本空間中的子集 那基本上這邊就講完了 講完之後就可以進入到 古典機率的定義了 那我這邊先擦掉 這個指兩顆骰子 這個樣本空間書 一定要寫上去 不要你已經學完 你看你其實國中你已經學完這個了 但是你我剛才問你 1 2 2 1的時候 其實比較多的人 他會覺得 1 2算了 2 1就不要算 可是你國中你回想 你只兩顆骰子的時候 36種當中的兩種 只是我們現在把那些名詞 加進來之後 你做個結合 隨機試驗 這個試驗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而且這些狀況必須公平的出現 或出現的機會均等 那把這些所有可能的狀況 收集起來放在集合裡面 那我就稱作亞門空間 所以亞門空間是個集合 那世界也是個集合 那世界是從亞門空間中的子集來看的 那我們何謂古典機率 古典機率就是他必須在隨機試驗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古典機率 比如說 紙骰子、紙硬幣、抽籤 這些都是可以透過古典機率去算 可是如果是要算明天下雨的機率 這個是統計機率 他必須用過往的資料收集起來 去預測明天下雨的狀況 好 那我問一個問題 明天百分之八十會下雨 什麼意思 應該大家都有看過氣象一報 明天百分之八十會下雨的意思是什麼 好 再講這件事情 我們先把古典機率給你講完 來 什麼叫古典機率 第一個 他必須說一個水機試驗 他必須有水機試驗 他必須是一個水機試驗 再來 他必須有一樣的空間 好 他必須有一樣的空間 那裡面發生A的機率 發生A的機率 發生A的機率 那發生A的機率 我們用P of AI 表示 這個P呢 是旁邊的米 就是可能發生的狀況 所以我們取這個下寫P 所以P of AI P of AI 就是A事件發生的機率 那他定義的是什麼呢 他定義的就是 樣本空間數分之A事件個數 那基本上非常的容易理解他 就是 A事件裡面的個數 佔了樣本空間的多少比例 對吧 A事件的個數佔了樣本空間的多少比例 A事件的個數佔了樣本空間個數的多少比例 就是他的機率 所以如果我只兩顆骰子 樣本空間數是36個 發生出現點數1、2的機率 所以如果我只是兩顆骰子 那就是12 所以12就有12跟21 這個東西佔了所有的多少比例就是26分之2 發生同點的機率是兩個喔 發生同點的機率36分之6 它的這個時間的個數有 這個時間的集合是1 1 2 2 3 3 4 5 5 6 6 那它個數有6種 對吧 所以你看喔 古典機率它的定義其實就是 事件個數佔了樣本空間當中的比例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以明天 假設我是 我不是西鄉摩包園 但是如果西鄉摩包園 你講明天下雨的機率 台南地區下雨的機率是8 1 7 基本上它應該是一個比例的關係 但是你知道它不是這一個 因為它分母不能當作樣本空間 它分母不能當作樣本空間 那其他80%會下雨 明天80%會下雨 有沒有人知道應該怎麼做解讀 它是個統計的機率 它是個統計的機率 它不是古典機率 它是從過往的資料去推測明天會發生的狀況 OK好 但是如果以你的感受 假設你以前從小學到現在明天出遊去晚 明天會下雨的機率80% 怎麼解讀這句話 有沒有人要試試看 如果明天相同的氣壓水量 或者是它的濕度 相同情況 從熱度100次的話 有100個明天這樣狂濫的 那就可以有80天會 好 謝玉說如果明天的狀況是 那些什麼氣溫 氣壓 濕度 那些條件都一樣的話 把明天過100天 把明天重複過100天 會有80天會下雨 好 還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其他的解讀 至少百分之二十 有沒有其他的解讀 好 地區有80%的地方會下雨 就是說台南地區 他有80%的位置 就是這個 你會把它判成100%的話 他有80%的位置會下雨 好還有沒有 沒有 沒有 還有沒有 好 好 那我問一下謝玉 謝玉你怎麼 你怎麼 你怎麼知道解釋這樣子 因為我想說他不可能 就是明天24小時 他24小時的巴士 他不會下雨 就是下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下降 他也不可能說他是 台南市可能今天 安南區下雨 結果我們 台南市東興湖下雨 這樣 所以呢 時間跟地區都不能解釋 那就只能用相同的情況來解釋說 如果今天他發生 100天這樣子的情況 好 炫雨說 有人聽得懂他的意思嗎 你聽得懂他的意思舉手 好放下 他意思是不是說 如果把明天當24小時來看的話 那20小時 我把它乘上80% 應該不是說 裡面的80%的時間會下來 應該不是這樣的狀況 對吧 因為他只有報明天 他並沒有說哪一個時間嘛 對吧 那他說 他說以時間來看是這樣 應該不是這樣 那你地區呢 他覺得地區不是原華講的哪一樣 所以他就用了他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對啊 然後哪一個 好 那我必須說 欸 我必須說 炫雨講的那個結果 就是在解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做解釋 沒有錯 就是明天有80%的機率會下雨的話 的意思是 我把明天重複過100次 明天重複過100次 那大概有80天是會下雨 他只要有下雨就算 只要這個 在我在這個 就是我在這個 就是我在台南市 我在這個地方 我明天過 我明天重複過100天 那大概會有80天的狀態是 80天的數量是會下雨 那我特別問他原因是因為 所以有些人是看到有一些 同一些資訊啊 或者是他同一些介紹啊 這樣去推論 那你說沒有嗎 那我覺得蠻好的 我覺得蠻好的 確實沒有錯 就是在我們在做氣象 預報解釋的時候 80%會下雨 確實這樣的結識狀態 就不是原華解釋的那個 的那個部位 就是說地區不是以地區去分80% 也不是以時間去分80% 而是明天的狀態就是 他如同他講的條件一樣的話 我重複過100天 假設100個明天的話 80天會下雨 那這一個就是統計的機率 而非蠻點機率 所以我們蠻點機率是架構在 隨機試驗 你可以一個做一個試驗 你可以預期他可能發生的狀況 所以這個就不是我們的隨機試驗 然後要門空間跟事件 好那我們就來看 102頁的部分 應該已經寫完了 我剛剛在講就是要範例2 指一顆公正的骰子兩次 觀察出現的點數 秩序的情形 試驗出這個試驗的樣本空間 好 所以樣本空間基本上就長這樣 好 你不要管他 你不要管他老師 啊他先丟後丟 他同時丟樣本空間還是長出來 好 所以重點不是他前丟後丟 或這兩顆骰子有沒有一樣 不是這件事的重點 重點是隨機試驗 好 隨機試驗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嗯 範例4 就直接跳到範例4了 好 一個代中有紅球4顆 他編號1到10號 籃球3顆一樣 編號1到3號 某人從代中一次取3球 試球樣本空間的樣本點個數 所以怎麼處理 總共有幾顆球 7顆 那從代中一次取3球 所以 總共是7顆球嘛 1 2 3 4 1 2 3 對吧 3顆 3顆 4顆紅3顆 來 4顆 紅3顆 來 好一次取3球 你告訴我 一次取3球 他球樣本空間的樣本點個數喔 那就是樣本空間數喔 來樣本空間數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這7顆 這7顆你不一樣 你是要把它當做不一樣 那事實上他也告訴你不一樣 因為他已經幫你編上號碼 所以是不是 紅1 紅2 紅3 紅4 藍1 藍2 藍3 對吧 所以是這7個不一樣的球 我要從裡面取幾顆出來 3顆取出來 要不要讓他交換 我怎麼交換所功都是那3顆嘛 所以要P還是C C就好 所以上面7階 下面3階 4階 這一次7 6 3階 好 35 你不要管解答的寫法 解答的寫法只是告訴你說 好等一下齁 我們先看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所以從這7顆當中我認取3顆出來的方法是有幾種 35種 所以你知道你為什麼要求排列組合了吧 那你也知道你為什麼排列組合後面現在要紀律了吧 因為我分母在算樣本空間數 數量 分子在算事件的個數也在算數量 所以我需要求數量的方法 也就是前面的 列局法 樹狀圖 E對應 從局法 還有使用P使用C 想辦法去算出那些東西的個數 那我就可以來求我想要求的事件的機率 到這裡OK嗎 那解答的寫法就只是說 欸 我 我要取3顆 那我可以 紅球3顆 這個0顆 或紅球2顆 這個1顆 或紅球1顆 這個2顆 或這個0顆 這個3顆 那它分狀況完就要去把它相加起來 它最後也是3球 但我覺得不需要這麼麻煩 好 直接就是這樣 好 再看 再往下看 好 摸彩箱有9顆球 變號1到9號 變第1號 好 現在都先 都先在算樣本空間數 依下列辦法取球 試球樣本空間中的樣本點個數 好 一次取1球 取後範圍取3 4 同學 現在有9顆球 有9顆球 一次取1球 取出來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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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你球 樣本空間數 幾個 第一次再取有幾種 9種放回去 再取幾種 9種 對吧 所以它樣本空間數 就9的3四棒 這麼多個 對吧 所以9顆球 我要一次取1顆 取出來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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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取3次 我取3次 樣本空間數 有幾個 就這麼多個 第二小鈴 一次取3球 只取一次 我一次取3球 只取一次 一次取3球 只取一次 所以我樣本空間數 應該幾個 就取3 那這件事實在靠主題說 它的試驗的規則不一樣 這個試驗 它你玩這個遊戲的規則不一樣 它你第一種 它玩的規則是 9顆 取出來放回去 放回去 再取 出來再放回去 再取出來再放回去 連續完三次 的這個試驗 好的 這個試驗 那樣本空間數 就這麼多 如果它一次 它這個試驗是一次要抓3顆出來 那樣本空間數呢 就是 好那請問再問喔 如果取出來 不放回去呢 你告訴我取出來 不放回去呢 補上 第三個 若取出不放回 取出不放回 那你告訴我 要門空間數應該幾個 第一次有幾種 九種再來 八種再來 服務部廣播 請 國一七班 高一三班 高三四班 高三五班班長 下一請到 補導處領取 資料 班長不在 請副班長代理 補導處廣播 請 國一七班 高一三班 高三四班 高三五班班長 現在請到補導處 您取資料 班長不在 請副班長代理 我如果取出來 不放回去 我有可能第一次 請到一號 第二次請到二號 第三次請到四號 對吧 對吧 那我也有可能 第一次請到四號 因為我取出來 不放回去啊 所以我不放回去 所以不可能 接下來再請到四號 所以數字不會重複 他有可能 第二次請到二號 再來請到一號 或是四一二 所以四一二 一二中心廣播 現在在藝術轉角 有表演 請有興趣的同學 老師可以前往 觀賞 一二中心廣播 現在在藝術轉角 有表演 請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前往觀賞 所以要清楚的知道 他的這個遊戲規則 就是這個試驗在做什麼 那樣本空間 他試驗的規則有什麼好 好抱歉 待會兒下課時間 那就到這邊 我們今天介紹了這些試驗 樣本空間跟事件 我們已經介紹了 五天的機率了 好下課 好高 謝謝 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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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好高 好高 好高